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仔 今天是不会讲到那位人物的 我今天所讲的大J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 有人批评这位一代宗师 他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整群追求不了女的男人 在围牢取暖 就说他们练这些是没用的 这就想为这位一代宗师辩护 如果你想练健身是可以追求女人 那不如你练大J 那就更加追求女人 今天要讲的一代宗师就是 健身界的胡力威师傅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like、subscribe、pay me 铃铃 我觉得胡力威师傅是在这个健身界 香港的健身界是一位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网友对他的评价非常两极化 那譬如在年灯我们看到有一个帖子就说 譬如说胡力威算不算健身界的清泉呢 又或者问到底胡力威师傅是不是真的有了道呢 那答案就很两极化的 那有些人通常都问 喂,胡力威师傅究竟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他这样那样啊 那有些人呢 好歹都是同行 我们就不要踐踏同行 因为其实我今天都是理性分析而已 五仔究竟有没有资格去讲这场球 大家都知道五仔是贵为健身教练啊 那胡力威师傅就说 如果你只有十年经验的健身教练 你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啊 因为他就说了 十年里面的健身理论都会不停地更新和进步 没错,我觉得是的 所以我这个十八年期的健身教练 就绝对有资格讲一下啦 讲一下而已 再加上五仔的健身影片 竟然是香港的No.1点击率啊 真是催你不将啊 所以我觉得五仔都挺适合讲这场球 有一个罪状一 这个比较近期一些 但就翻炒了一些翻炒的话题 这个就是在连登看到的 究竟胡力威师傅有没有跟爱徒拨过东西 这个很白痴 就CAP了一张图出来 好搞笑 那些人就说 作了一篇文 潘师傅嬌喘一声 倒在胡力威的怀怒 在这个时候 潘师傅眼缘眉思 湿润的伤唇微微张开 口中吐出如蓝花一样的香气 对着鱼丝的游蜜 佛都会动心啦 胡力威一声 胡力威一手抱腰 另一手入不闲着 偷偷地从外徒以甘挖入 从他丰满雙风附近 周围任意游览 而本师傅的浴火再有控制不住了 那两粒钉 那两粒钉 亦由软的棉花糖 变为硬的雀皮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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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 不是 其实在健身界里面 一些身体接触 我自己那时十多岁玩健身 都会觉得有一种嘻嘻味 即是你在后面推 呃 大家穿了右带背心 那个是在那里逗 是吧 那一下子是真是 勁抽的 但是当然 胡师傅最出名的就是 那个文代底的sport 即是 协助借力训练 他们是会跨过对方的面部 在男性的阴步 和在做运动的另一块面 是相当贴近的 这些就不是说五仔说出来的 这些全部都是 五仔在网上翻查 网上的记录 就是对胡师傅的一些小小的说话 那 本人认为 一个教练去帮助徒弟 即帮助学生 去做一些训练去保护 那就无我口非 但是有些敏感部位 要不要这么贴呢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胡师傅是一个 相当有online marketing 天分的一个人来的 那 譬如这个 争扎 争扎是这个意思吗 争扎是说个人很痛苦 然后要逼出来 那 其实是有一点关联 但是他将一样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拿来做自己的商标 那我觉得 胡师傅是一个非常有online marketing 天分 触觉的人 那 他最近最喜欢拿精气神来说的 那精气神究竟是不是源于健身界的呢 那他自己没有提过 他就是讲精气神 但是是否由胡师傅的口中第一身拿出来用呢 那 这个又跟五仔有关系了 精气神根本就是中医的概念 丹田下丹田就藏精 中丹田就讲气 上丹田就是百会月就讲神 这个概念是中医那里 那 胡师傅将运动和精气神串联 虽然你没有详细地解释过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用 这样讲 那究竟一个这么online marketing 的人是否要特意和爱徒做一些亲密 那么痴前的动作 令网友有一个幻想 令到有话题性呢 是不是胡力威师傅想做的东西我就不知道 但是真的有这个效果的 事实上你是比任何一个香港的健身教练都要出名的 就是你问我 真的 起码会齐饭后有人讨论一下 我自己就经常追着胡师傅的东西来看 因为我觉得胡师傅 如果是一个活生生 譬如你看周星馳会有个人物在 好笑的 好有趣的 我觉得活生生胡师傅就是这个感觉 不是冒犯性的 因为其实人有很多种 有些是英俊 有些人就说 练到他们那种 力威健身专练上身 你们练得不是他们心目中那种英俊 也有说你们是围炉取暖 一帮男人 但其实我心目中觉得 不要把焦点放在这方面 真是 如果你说 追不追女孩和健身 是有关系得来又可以没关系的 当然你说跟着男模特去操 当然操完出来就很帅 但是每个人要追求的东西都不同 胡力威师傅就是这种形象 就是香港版的陈国瀚 其实你今天听到五仔所说的东西 都不是我对你的一些意见 我都在网上找资料 而且我本身都是你的粉丝 我自己就有跟胡力威师傅 有学习他网上一些知识 比如说推胸要夹一手这样推的 这近十年经常是 比如掌上压争议 究竟是这样推的 还是这样推的会好一点呢? 对胸 胡师傅有一个很详细的见解 但是譬如有些坊间的人就说 胡师傅没料到 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Marketing的包装 你问我 胡师傅好像有个教授的咸头 其实那个教授的咸头 我都想去看看怎么可以拿一拿 因为很明显 胡师傅的知识不是在读书那里读出来的 我给我的感觉是 不是想一些正统的教练课程读回来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教练去批评他呢? 因为教练学那一套 和他现在的外图标榜 健身科学家的名显 其实是有些违背的 因为我们教练读出来 通常会告诉你 如何为之科学呢? 譬如你的肩膀这一处 你的肌肉的这一处 在哪一处开始黏连着你哪一处 那个力究竟是怎么发 那个支点力在哪里 你懂得这样告诉别人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 譬如你说一磅肌肉 要多少个gm的蛋白汁才可以形成得到 你计算这些数出来 这些都是科学 但是胡力威师傅给到我们这些行内人的感觉就是 他说一样很高深的东西 他告诉你我要研究 但是呢 譬如做三头肌的下压 他就不是拿着的 他只是拿这一段来勾住的 然后就说是研究到怎么样 那些东西怎么发力 但是你不是用一个科学的解释 告诉我们 不是用一个力学的解释 你是用告诉我 你是从你的经验去研究出来的 你经常都说要研究 但是你那种研究的方法是没有解释过的 所以很多行内的人 就会觉得 知道是怎么样 但是你问我 他是不是一代宗师 我绝对觉得是一代宗师 练习就不是真的需要 每次都明白了 知道了 我们读书出来 就真的叫做健身科学家 叫做健身书房派 那有些人呢 真的在非洲举水桶 他都可以很健碩 那当然这个又跟他本身的基因也有关系 跟他身边的人也有关系 但是一代宗师 基本上是不用读书的 一代宗师 你对那样东西很有研究 你也帮到其他人的时候 医学那些就有什么专业资格 但是健身室 其实都是需要专业资格的 当然我没有否定胡师傅的专业资格 不过我觉得他教学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理论 就不是太科学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对他的意见 就是力威健身只玩上身 他很有趣的 我听过一个访问 其实都是客人进来想自己什么身材而已 有多少成的人 都不是真的喜欢玩下身的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读过书出来的健身教练 我自己的观念就是 我要灌输一个健康知识 正确的健身态度给他的 真的 下身的肌肉是佔全身的六七十个百分比 你玩他 你不要说玩大 他够强健 身体都一定健康 尤其是年纪大 人未老就脚先衰 如果你的脚玩得好 你不要追求三十寸的大腿 不是追求这些 你追求一个肌耐力 你玩下身 这样才叫健康 不可以说 客人想要什么我就给他 其实很多客人都很肤浅 根本上他就不懂才来找你 很多客人都说 我想胸肌大些 我想二头老鼠仔脏些 他不懂的 他连三头肌 他的肌肉的概念都没有 我们作为教练 当然要给个专业的眼光 专业的分析 告诉他 人应该每个肌肉都要平衡 人的比例是平衡才好 所以他会这么有争议性 就是他 胡师傅健身的眼界 跟我们一般教练的眼界很不同 当然有些他的爱徒出来 例如大手机 你们自己搜寻一下 不剪片 都是对胡师傅有点意见的 有出来的 大手机都是亚运的 不知道是亚军还是冠军 虽然有点意见 但是都是说得很厚度 我相信胡师傅的人 都不是什么坏人 都是一个非常努力 在自己的事业上打拼 挣扎的人物